最近,地球上发生了一件,关系到每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儿,而我们还一无所知。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,亚马逊雨林,已经在大火中燃烧三个星期了。 亚马逊雨林对于地球,那是不可比拟的重要生态环境,它横跃九个国家,创造着世界百分之二十的氧气,拥有这个世界百分之四十的热带雨林,百分之二十的淡水资源和瀑布,百分之十的地球物种,因此被称为地球之废,世界动植物王国。 但现在,这片地球上最有活力,最有生命力的地方,就这样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。 在热力土里,亚马逊雨林像一个正烧的通红的烙铁,而这里本该是世界上最绿的地方。 燃烧的火焰和浓烟笼罩在这片雨林上空,天上的雨水和云雾下不来,地面的温度不断升高,恶性循环。 而且,因为木材的可燃性,森林大火不易扑灭,加上强烈的风带,让大火已蔓延了一千七百英里。 面对熊熊大火,雨林中生活的野生动物们飞奔逃命,有的来不及逃走,直接被烤焦。 而那些没有脚,不会逃的植物,不知道在死亡面前会不会恐惧呢? 滚滚浓烟陆续笼罩了巴西的朗多尼亚,帕拉和马托格罗索州等各州。 被烟雾包裹的城市,仿佛从白天进入了黑夜,千里之外的圣保罗,甚至不得不停电一小时。 更讽刺的是,亚马逊雨林曾经是地球上氧气最富足的地方。 北济雨气后变暖最后的堡垒,现在这里却成了,大量温室气体的制造厂。 满是树木燃烧时冒出的浓烟,可以枪死人的黑色毒气。 亚马逊大火烧了三周,为何没人关注,亚马逊雨林遭此大劫?令人心痛。 但更令人愤怒的是,为什么这起灾祸直到三周后才被爆出? 为什么巴西媒体竟无一家报道?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开始,纷纷谴责媒体的不作为。 还有人以巴黎圣母院做对比,巴黎圣母院大火全世界报道,全世界捐款。 而亚马逊雨林发生火灾,燃烧了三个星期都没有人报道。 没有亿万富翁捐款,因为愤怒和痛惜,网民开始自发为这件事炒热度。 推特上70万网友发起了警号Pray for Amazonia的话题,试图提醒人大家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,谁来救救亚马逊? 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,2019年亚马逊雨林的火灾数字已创下记录。 自1月以来,卫星数据探测到,超过7.2万起火灾,较2018年同期增长83%。 8月份,巴西共发生了5000多起火灾。 火灾地区都以亚马逊雨林作为其唯一的或者部分生物群落。 近几十年来,亚马逊雨林一直遭受人类各种无情的虐待。 在1990年至2000年短短10年间,亚马逊遭到破坏的面积由4150万公顷上升至5870万公顷。 大部分遭破坏的土地被转为牧草场。 近五分之一的亚马逊雨林已经被破坏,但余下的部分依然面临危险。 一份巴西国会委员会的报告指出,亚马逊雨林的面积每年减少52000平方公里,比对上一次于1994年官方公布的数字,加剧了超三倍。 以这个速度计算,亚马逊雨林会于2050年前消失。 也许,我们再不做点什么,燃烧殆尽的就不只是一个雨林,还有全人类的希望。 救救我们的地球,救救我们自己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